各位朋友,前两天我给大伙说过 中国湖南的一个女厅长坠楼这个案件 其中疑点重重 中国的网民透露出来一些内部消息 我给大伙分析了 这可能是比较符合这个事情本身的逻辑的 可是我发现有一些鸡血偏执狂 跑过来跟我说 你看你被打脸了吧 人家当地公安都出公告了 说那两个人坠楼跟他一块坠楼 那两个人跟他没有交集 所以说有一些鸡血偏执狂 他这个脑子那就是二极管 非常的简单 就是别人说什么他信什么 所以这种人容易当社会上的炮灰 和邪教徒的好材料 知道吧这种人这个永远他手里的财富 那都不是他的 某一个时刻一定是别人的 这就按照那个文雅的说法 那就是傻缺 是吧 这个你想想这个逻辑啊 一个政协委员名下有两个公司的老板 开着马沙拉地的 然后跑到那个财政厅长的家里边 去绑架他 勒索他 而这两个人没有交集 好吧 这个事情 中国的官媒都汉见的阴阳怪气的暗示 我们来看看啊 这个事情呢 统一的口径是涉及到刑案 这没有问题啊 是刑案 那么这个刘文杰呢 他呢 这个告诉经济观察网的记者呀 他这个事情啊 有多名知情人士 他说是1966年十月生 湖南楼底连员人 他在湖南财政厅工作多年 历任什么这个调研员呢 副处啊 什么机关党委办公室的主任呢 工会主席呀 副厅长啊 一直到这个厅长 一名他的昔日同事呢 告诉记者 说刘文杰呢 非常认真敬业 几乎每天呢 在办公室工作到晚上11点 另一名与他熟悉的当地官员呢 对经济观察报的记者也说呢 与刘文杰熟识多年 口碑很好 自己呢 也很尊敬他 当地的这个公安的通告是这么说的 接到报警 我们啊 这个赶到了现场 13楼有三个人坠楼死亡 说初步查明 刘文杰女58岁 犯罪嫌疑人 是一个31岁的姜某辉 还有一个姓姜呢 这个35岁 那么这个姜某辉呢 他是天号实业有限公司的单位法人股东 2019年到2022年 在外省从事家具生意 期间多次往返 澳门赌博欠债1200余万元 特地强调了啊 后赌博欠债1200余万元 根据调阅监控录像 询问募集证人 9月18号下午 14点 57分 犯罪嫌疑人 到小区踩点 19号凌晨 离开小区 到小区对面的顶楼的楼梯间过的夜 那位说 那为什么到楼梯间过的夜呀 那可能是 这个防止留下住宿记录吧 并不是没钱啊 防止留下住宿记录吧 6点49分 7点07分 进入了这个楼梯间 蹲守 在刘文杰离开家门的时候 两个人持刀 将其挟持进入房内 周边的视频显示 9点12分 刘文杰与江某从阳台上 同时坠楼 阳台上有抹斗痕迹 9点17分 这个江某辉将两个窗帘打结 绑在阳台中间的窗框处 企图通过窗帘 下滑到12楼 逃离现场时 坠楼身亡 这个家中呢 有大面积的翻动 这个痕迹 经调查 没有发现 刘文杰与其家人 与两名犯罪嫌疑人 案发前有交集 案件进一步侦办中 正是这句话 让一些 这个鸡血的偏执狂 过来 说你看 打脸了吗 好吧 我们看看这个事 这个 有人问啊 文明明可以开后门走楼梯或电梯 为什么要窗帘下滑到楼下 逃离了吗 是因为什么呀 是因为应该是警察到现场了 有人报警了 他出不去了 所以才想 跑到那个别的房间 或者是楼层 逃跑 说年轻力壮的两个男人 控制不住一个年近六旬的女人吗 与两个男人互搏 不落下风 一起双双坠楼 另一个年轻力壮的男人旁边 看着无动于衷吗 这符合逻辑吗 各位 我们再看看 就这个所谓的江某辉 政协委员 这个呢 没有报 他的公司还从事着建筑生意 和包工头的生意 这个也没有报 好吧 这个 咱们再看看啊 网络上 还有人说是他的老婆 好几天联系不上 接受不了 鸡都不敢杀 会绑架人吗 必须得讨回一个公告 绑架人自己还跳楼 上有楼 向上有老 向有小 我们要 这个讨一个说法 这个呢 来自于 无南 他的家乡的IP啊 是不是他的老婆呢 现在呢 这个还存疑啊 咱们再看看 当地的群众的爆料 说呢 这个厅长口碑好 的确口碑好 儿子呢 是中央电视台 生了孙子不久 是吧 他说他儿子是这个厅长手下的 这个厅长说的很好 很有亲和力 两个姓江的平江人 都是邻居 当时呢 平江还是老板有钱 当时呢 刘厅长正好在平江蹲点 认识了他们两个人 并由刘厅长介绍 担保了长沙 一个房地产公司老板 在他们手上借了六千万 结果长地产房地产老板 破产了还不起 而江姓的二人的部分款 也是借来的 当地债主经常逼他们还钱 他们也多次找刘厅长要 每次都是无果而还 今天是来谈还钱的事 估计是吵架了 看到吴旺 自己呢 又逼无奈 采取了过激的行为 是吧 这个呢 是网上呢 当时的一些这个 透露的一些情况 当然了 这些呢 我们都没有一手的材料 能够证实 但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地方 大伙看到了吗 在9月19号的时候 第一财经 这可是官媒啊 他报道 说第一财经 从多个信息员确认 财政厅长刘文杰 坠楼 多个信息员告诉第一财经 与刘文杰同时坠楼的 另外两人 与刘的工作有关联 至于为何坠楼 知情人是不愿意多说 一切等警方的调查 第一财经的记者 刘浪 这和当地公安的通告里边 又有矛盾了 这是官媒啊 不仅一个官媒 中国的另外一个官媒 南方都市报 9月20号 他说遇害厅长刘文杰的履历披露 官方的复告称其坚持原则 公道正派 说 复告 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 中国共产党第20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 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中国共产党湖南省第12届委员会委员 湖南财政厅党组书记厅长刘文杰同志 不幸遇害 于9月19号9点12分 在湖南长沙市市 享年58岁 复告表示刘文杰同志1985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1990年6月参加工作 先后担任了财政厅的党组成员 总经济师副厅长省纪委常委 省统议局的党组书记局长 财政厅的党组书记厅长 复告称 他政治坚定对党忠诚 践行宗旨一心为民 勤勉敬业 素业在功 克尽职守 鞠躬尽瘁 坚持原则 公道正派 谦虚谨慎 言于律己 他的事实是湖南财政事业的重大的损失 这是复告非常的评价非常的高啊 可是呢 官媒给他坚持原则 公道正派 再加上了双引号 双引号 什么意思 大伙明白了吗 所以我在上一个视频中 我就给大伙做了预计了啊 我说这个事情也就到此为止了 因为人死为大 关于刘文杰工作中 有没有伪计呀 贪腐啊 这个事情就不再提了 也证实了我这一点 复告也证实了我这一点 但是呢 这个事情 不符合逻辑的地方太多呀 演不了悠悠的众口啊 连官媒都罕见的阴阳暗示这个事情 所以那些过来那个找不痛快的那些鸡血的偏执狂 你们是不是先去那个学学逻辑的常识啊 制止你们的精神病啊 点个订阅 那么下集再聊